180欸 不多不少欸 若多的話 你還要來洗碗 欸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開始囉 104 105囉 我看你的手在抖了 對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干擾我 你不要干擾我 我算177囉 等一下喔 歡迎光臨 愛吃星球 我是若瑜 在我旁邊這一位呢 是非常厲害的主廚Sam 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很緊張喔 有一點 很久沒麵杯鏡頭了 好啦 我們今天呢 我就來拜師學藝 學的就是檸檬糖霜蛋糕 介紹一下食材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全蛋 然後細砂糖 然後無鹽奶油 動物鮮奶油 檸檬汁跟蜂蜜 然後這邊是低筋麵粉跟泡打粉 泡打粉 廢話播都說 趕快先來開始了 第一步 我要來做什麼 就這樣 所以一般抹奶油是這樣 我以為是拿刷子耶 刷子的話有時候怕它那個會抹太多 那我們這種奶油就是冰的時候就拿出來抹 就可以抹了 對對對對 所以重點是要冰的 對 要冰的 然後我們在下面你可以剪烤盤子啊 或者是這種烤布子 烤布子 它跟烘焙子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可以重複使用 烘焙子不行 我們就是先撒一點點麵粉 然後我們記得因為它剛下去的時候它落粉量會很大 所以先稍微敲個兩三下 OK 咬一下 然後我們就是旁邊繞一圈 主要是旁邊對不對 對 只要是旁邊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先用小火去加熱我們的無鹽奶油 那奶油溫度要特別注意就是 它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然後溫度盡量落在35到40 你把蛋倒進來 倒進來 對 先把它攪一下 好 那攪到什麼樣的程度 勻就是可以了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你看喔 就是我們現在有些動作稍微要記一下 就是蛋黃碰到砂糖或鹽巴 沒有馬上攪的話它會結粒 你的蛋糕就會結黃色一塊一塊 然後砂糖 有些人會問說 砂糖為什麼加那麼多 砂糖如果少加的話 砂糖它加熱之後 它會讓蛋糕保濕 所以你少加的話 你的蛋糕吃起來會超像餅乾 喔 所以其實它就是要按照它的比例耶 對 然後我們做甜點就很像在做科學一樣 所有的東西在結合之前就是要慢慢的加進去 而不是全部加進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說 比如說等一下加麵粉就分三次 然後加這些東西是一樣一樣加 而不是全部一塊鐵 就是全部都倒進去 因為不太對耶 然後再打一下這樣就可以 好 好嫩嗎 我還在感覺一下 感覺好像有砂糖 你會不會心裡想說 欸 機器為什麼不用 因為啊 機器在那邊 為什麼我們要收大 我們要體驗一下 先下第一次就是先下三分之一 好 多少粒 好 那我們就是邊邊的也要刮下來 讓它跟你的全蛋做結合 邊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加這個私信食材 檸檬汁還有蜂蜜 還有香草夾醬 香草夾醬喔 欸 這一次下 嗯 這可以一次下 因為它量很少 它不像麵粉那麼多 開始攪嗎 對 慢慢輕輕攪 好好好 欸 你什麼時候開始學做料理啦 我先學 我是先學 學甜點 然後才開始學西餐跟發餐 我本來念電技科耶 後來 莫名其妙跑去念餐飲科 我們皮啊 不要刨到變白喔 變白會苦對不對 會苦對不對 好香喔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做甜點它都要秤重 嗯 重量是一致的 所以烤焙時間才會一致 如果這個跟這個可能差個50克 那烤的時間就會多個五六十分 五六分鐘 可是如果我是客人 我多拿到50克那我會很開心耶 就一樣的價錢我吃個大顆 也是 老闆傻眼 可是我們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東西一起進去烤 這個100克 然後這個150克 那它烤出來的時間會不一樣 所以它會比較不熟 第一個它可能它會太焦 嗯 不然就是另外一個沒熟 哦 所以就會有那個 就品質上就會有問題 然後高度差太多 那客人一定要選高的 選高的 對啊 對啊 180 哎呦那麼精準 哦 不動不少耶 180 酷 還換你 180 怎麼做這樣的工作 你要交付給我 你要參與感 180耶 要不動不少耶 如果多的話你要來洗碗 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開始囉 104 105囉 我看你的手在抖 對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要干擾我 你不要干擾我 我先177囉 等一下喔 好 趕快拿走 哦 你是很不想洗碗對不對 對 那我們這樣就先進去烤 這是小顆的咧 那我們先烤30分鐘 好 對先烤30分鐘 然後這邊有個小技巧就是 烤箱因為它溫度很高 然後它一直會烤 然後會抽取它的水分 所以我們可以在下面放一盆水 讓它的蛋糕體部會這麼高 對 Yes 30分鐘見 好那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來 請布宇幫我們看一下熟度 欸它變得更深一點了耶 對有一點色澤 好美喔 小心它 對 乾爽就是熟了 嗯乾爽就是熟了 都熟啦 欸那客人會不會知道 我在它蛋糕裡面搓洞啊 沒有啊我們要跟它說我們要幫它試 有熟 我們絕對不能讓它吃到沒熟了 沒熟的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很重要 那我們等一下還有糖霜 那我們就把它放著然後帶涼 這樣終於出爐了 我們接下來這部分就脫模了對不對 對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撒了奶油跟麵粉 所以它其實這樣 喔酷 我也可以嗎 打一下 有耶很好脫耶 好美喔 糖粉丟到那個糖盆裡面 糖粉全丟嗎 全下 那我們檸檬汁先下一點點 不要全下 好 攪一攪 我用一顆 你用一顆 好 那我們先處理中間 這都是一顆一顆手控零的 對啊 就是手控零 不能這樣 這樣很沾嗎 會有點危險有沒有 我這樣輕輕刷 蛋糕就會跑起來了 接下來換我囉 就輕輕的刷就好了 這又是我們今天的 檸檬糖霜蛋糕 希望大家喜歡 感覺真的還滿簡單的 不會難 所以這個初學者可以做 而且不一定要有機器 希望大家喜歡囉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